我的房间没有Smiling姐姐坏话 没意思 会疯的 我帮她说话跟过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先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再来操心别人 与她为敌 你们就不要再关注我了 阿光 最近网上对Smiling有非常多的质疑 请问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Smiling是个很好的人 那些说她的人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也不想知道她的好 Smiling她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手 注意 我说的是职业选手 谁在说Smiling姐姐坏话 我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 我奉劝各位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你们也不要在我的直播间 或是我们队伍任何一个人的直播间里 带Smiling的节奏 看不懂比赛的人就别乱说话丢人了好吧 我的房间没有Smiling姐姐坏话 没意思 会疯的 不可以 禁止 崩掉 我帮她说话跟过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跟她的性别毫无关系 先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再来操心别人 与她为敌 你们就不要再关注我了 她能有今天的成绩呢 是她自己一直努力的结果 你们可以不喜欢她了 但是我们队伍大多数人都很敬重有这样一个对手 不喜欢也请你们尊重我 尊重她一直以来为惦记这个梦想付出的一切 无关其他 有朝一日能站在那个赛台的巅峰 举起那梦寐以求的奖杯 在此之前身披荆棘也好 脚踏制杀也罢 身为ZGDX的队长 他身上承载了所有人的厚望和信赖 他愿意承受 他应该承受 他也必须承受 多好一个了 非常感人 我深受启发 放心吧 站在全国总决赛领奖台上呢 很遗憾虽然不是ZGDX 但记住 我会替成哥 举起那冠军的奖杯的 记得不会是人进步的 有空在这叨叨 还不如花点时间提升自己的 听见没 我媳妇 话操里不操 采访 看了呀 很有魅力的女人 所以才说呀 陆思诚哪个小子是 怎么说来着 祖坟上冒亲了 对 就是这句话 祖坟上 就是这个 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ZGDX战队关系呢 是相当的困难 不劳你们操心了啊 童谣小姐姐说的话 只是官邦态度 连标点符号都一致 强行认为我们关系不和谐的 也没有关系 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影响 粉丝也好 还是等着被打脸的黑子也好 在全国赛场上 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对 该说的都说了啊 受过的苦难呢 都会成为照亮我们前路的灯 ZGDX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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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身体荆棘脚踏制杀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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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拍个全家福来 来来来 给我留空 ZGDX 加油 呜 呜 来 干杯干杯干杯 这世界很酷 可能这次很酷的 颜托的 订队